請各位同心盡快就座 我們要準備開始上課了 謝謝 各位同心 我們這節課是由我們雅家張養講師 帶來演講 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同心 各位學員 大家好 大家平安 不簡單 這麼熱烈的天氣 還有這麼認真來 我們的工師今天是很感動的 這節課 我要講的題目是 違法試問 逐條審查 違法試問 我們是根據哪一個法規 法條 條約 那到底要來檢驗什麼東西 這是我這節課的題目 要檢驗什麼東西 我們要來檢驗中華民國 來台灣之後 一直到最近馬英九執政 他口口聲聲都在講 根據開羅宣言 根據波子坦宣言 根據中日合約 台灣已經確定 回歸中華民國 馬英九都這樣說 馬英九都這樣說 馬英九之前他們的領導人 也都這樣說 蔣經國 蔣中正都這樣說 我今天大家講的話 拿來檢驗檢驗 大家來參考一下 先講個題外話 中華民國絕對是個外來政權 不只是中華民國是個外來政權 在其他更早遠的年代 也有很多外來政權 如果我們認真 認真的給他估算 大概有八個國家 八個政府來到台灣島 查他們的國情 算看看有八個國家嗎 荷蘭 西班牙 清朝 明朝 正成功 日本 中華民國 到處有八個國家 這包括 為什麼我們都去洪洞 我們為什麼都變成一個國家 外面的台灣島上 多少台灣人在喊台灣要獨立 為什麼沒有成功 來討論一下 400年來的強勢外族統治 被統治 為了要好好的統治 就是這一塊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他就要怎樣 他都要編造歷史 遮掩歷史 甚至創造歷史 都是要來台灣島 吸取不公不義的政經暴力 政治經濟 他都要挑就對了 為了要避免動亂 就開始黑白造謠 台灣的歷史 在中華民國的足筆之下 教科書寫的之下 到底有多少正確的 今天應該要好好的檢討檢討 千萬不要 人云亦云 來 台灣自古不是中國的 中國都說台灣自古以來就中國的 我跟各位講絕對錯 要顛倒 是怎樣說 我們不要說太多了 我們說四百年前 台灣開始有歷史記載開始 1600年就已經有許多日本人 定居在這個符吾摩紗 那時候中華不來喔 那個中國聽說他們哪一本書啊 有寫到啊台灣啊 在那邊琉球宜舟啊 就在講台灣啊 所以他們很早就發現了 發現跟那個發現 發現不代表就是你的啊 對不對 發現就代表是你的啊 那有事情 再來天主教 耶穌會當時的 瑪尼拉撒拉雜主教 他也有寫啊 荷蘭人耶 後來不是有荷蘭人嗎 荷蘭人為什麼可以來到台灣島 欸日本幕府時代幕府政府許可的耶 那當中哪有 哪有中國 中國那時候還沒來耶 那你憑什麼說 台灣自古是你中國的 你也比較寒耶 來你們自己明末清楚 你們中國人說的 孫鵬宜 他寫一本書叫進海志 你也說啊 台灣是日本人所占據啊 啊荷蘭人啊來台灣啊 要跟日本人 每年啊 繳納鹿皮3萬張 這是什麼 落稅啦 還關稅啦 關稅啦 欸 一年要3萬張鹿皮 那這3萬張鹿皮哪邊來的 當然是台灣島的啦 他來這邊收割啊 來這邊打獵要幹什麼啊 對不對 開墾啊 然後日本這種話 那6歲6歲 3萬張鹿皮就好啊 欸 3萬張鹿皮假的 給你們中國人喔 亂講給日本人啊 那時候台 那時候中國人還沒來啊 中國人什麼時候來 正成功才開始的啦 那人就還沒正成功的 什麼自古以來 台灣是你中國的 再來看 那荷蘭人是因為 旅居日本的華僑 這是中國人啦 叫李彈 然後 他在砍山啦 所以進攻啊 跟德川木武將軍進攻 每年3萬張鹿皮啊 那 那 1824年 後來1662年 變正成功取代 為什麼會被正成功取代 因為那時候日本開始實施什麼 鎖國政策啦 那把 把所有 海外的 日本人啊 通通趕回去 日本人啊 在台灣的日本人啊 有很多都回去了啦 那當然有很多留下來 所以如果就基因的檢驗啊 其實我們的協議裡面基因啊 跟日本人啊 日本比較相似啊 跟中國反而比較不相似啊 馬接醫院有一個叫林瑪莉教授 你如果有興趣喔 他去找他啊 他幫你抽血檢驗就知道了 他有很多資料啊 那 因為日本啊 實施所國令啊 所以他對台灣這塊島 就沒有管理了 阿荷蘭人就理所當然 順理成章的接收啊 然後又開始大量引進中國勞工啊 那當然其實 在日本實施所國令之前 已經有很多中國勞工到台灣來了 因為中國沿海很多海盜啊 那海盜不是只有日本人啊 他很多中國人自己當海盜 那靠岸到這個台灣島了 就不上船了 溜掉了 那就定居到台灣來 那些都留下腳 真的都獨身啊 甚至是在中國待不下去的 千顆飯怎麼樣的流浪漢 好啦好啦跟人家當海盜 然後靠岸之後啊 那就下來了 就在台灣島定居啊 那個量都很少啦 而且通常都水土不服啊 那英國劍橋大學就寫啊 日本13世紀啊 已經在符合摩殺活動了 所以推論啊 日本比中國很早啊 早在符合摩殺島啊 所以日本比中國至少提早300年啊 那是怎麼說 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 中華民國教科書有講這些嗎 他哪敢講啊 所以他要怎樣 掩蓋事實啊 聽懂 唐山過台灣 其實齁 真的有唐山過台灣 真的有當山公啦 沒有當山公大家都聽過 喔 啊主要有說過 那種是羅漢咖 或者在那邊做煎飯科的 流浪漢待不下去的 喔 因為那個全家跑來的 或許有 但是少啦 少到可憐啊 欸不對勒 我們地方啊 我們鄉鎮啊 譬如說彰化縣啊 社頭鄉啊 一堆都姓銷的耶 鹿港鎮啊 一堆都姓詩的耶 你看那個舉家啊 全家啊 總動員啊 都搬到台灣島來啊 黑白講 那都是去到清朝 接收台灣姓氏的啦 在地的貧埔族姓氏的啦 哪有可能 整家那裡 整個頭都來台灣的 我問你了 只有那種族 中國的人 散吃到要死 整個頭都來 那人騙 而且你自己看喔 來 1874年 神保貞 這有聽過喔 台灣因為渡台禁印實施太久 你看開山伏番 找不到漢能可用 你自己下來 所以你不要被 東華民國的歷史給你騙了 好來 重點喔 我們要開始講這個 真正台灣的主權地位 研究這幾個 馬關條約 後來有實施明治憲法 舊軍山合約 日華台北條的 台灣關係法 其實 台灣的國際地位 到底是在哪裡 台灣的國際地位 能不能恢復正常 重點就在這五個 因為怎麼沒有那個 怎麼沒有那個開羅宣言 怎麼沒有破滋膽宣言 開羅宣言跟破滋膽宣言 等一下介紹給你看 來我今天的重點就是這個 今天的重點就在這裡 講完之後 大家回去 就可以好好跟你的左鄰右舍講 只要有人再敢講 馬英九曾經說什麼 我今天都要拿圖 今天的話 今天的課 這兩小時 就是要攻破 國民黨的謊言 戳破他的謊言 潛餘濟窮 來 PROC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 這個流氓政府 每次重提台灣地位 都只會講 根據開羅宣言 普斯坦、日華、台北條約 台灣已經明確規範中國 是中國國土 你每次都問 他就是講這句 就是講這個 好像在放錄音帶一樣 不然你等一下打電話 問馬英九 他也跟你講這個 那我跟你講 他永遠不會講出新招 中國這兩之旅 永遠都是這個 我今天來檢驗他們講的話 到底有沒有講錯 真的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出 台灣已經是中華民國的嗎 大家要試一看 來 前幾天 7月7號 77事變 八年抗戰 大概想要紀念這個 馬英九又講了 根據開羅宣言 博士坦公告 日本投降書 及民國41年的 中日合約等文件 都載明 台灣及澎湖 必須改善中華民國 他不只之前講 你看最近又講了一遍 最近郝博春去創什麼 那中國大力 說什麼 中央電視台 然後唱起義勇軍進行曲 你說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 你不相信 國民黨 共產黨 我告訴你再加一個民進黨 都是中國黨 民進黨有多少人 跑到中國大陸去 民進黨不是奔土他人嗎 是啊 他都在中華民國提制下 參加選舉 爽到的 吃到甜頭了 哇原來選舉這麼迷人啊 每票零三十元 每年再零五十元 你都不知道 改天查 真的網路上有 好來 先講馬關條約 其實馬關條約 確定 台灣從此以後 跟中國切割 那馬關條約 其實不是台灣的問題 而是因為韓國朝鮮動盪 動盪 那日本 跟清國 不要講清朝 跟大清國 為了爭 誰是宗族國 然後就開始修台 那 大清帝國那時候有什麼 北洋艦隊 袁世凱那種 好 真臭皮 好 試試看 弄個死 大清國戰敗 大清國戰敗 竟然擱讓台灣 台灣根本跟這個甲午戰爭 一點關係都沒有 結果甲午戰爭擱讓台灣 台灣並非戰場 所以 東華民國說 日本竊戰台灣 日本竊軍台灣 怎麼竊啊 我問你 從來也不是因為台灣而打仗 你本來我們竊戰台灣 然後 中國要不回去 然後就跟日本打仗 打輸了 隔浪 這有道理 這樣叫竊戰台灣 有道理 沒有啊 一開始就沒有說 因為台灣而打仗 何來的竊戰 別亂說 馬關條的1895年 大家都知道 在日本春帆路 一間旅館 這間旅館 現在變成一個紀念館 你如果去日本 可能看到 那在哪裡交接 在這個軍艦上面 橫濱軟這個軍艦 賽德克巴萊 第一集 第一集 前面那三分鐘五分鐘 有沒有 在講那個交接啊 日本跟清朝 清國在交接 有一艘大船 我等一看 掉袋子 賽德克巴萊 第一集 就要講這個嘛 橫濱軟 都已經大家都在這裡 簽約了 怎麼有所謂的竊據 竊戰台灣 怪 那就是條約嘛 這 我們上課三天了 這應該都 有的老師都說過了 我說我挑結就好了 這告訴你說 真的有 真的有 明文記載 真的有這個契約書 來重點 中國將 管理下開地方 就底下這些東西 的權 並將這個地方 所有的堡壘軍器工廠 及一切公務 永遠讓於日本 永遠各讓給日本 來請看這英文版的 China Shit to Japan 永久 完全的主權 沒逃了 都不必定 一次切割完畢 營火兩棲 還有附屬島嶼 附屬島嶼 附屬島嶼 就幫人澎湖 那釣魚台算不算 釣魚台當然也算 為什麼 這裡有東京四京 東京幾度 北尾幾度 附屬島嶼 所以 東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世界 只有台灣人很在意 對不對 其他國家 大家都當笑話看看而已 對不對 台灣人為什麼很在意 因為都叫中華民國鎖 對不對 所以馬英九 不喜什麼 不喜一戰 什麼 為釣魚台怎麼樣 你看這個還有什麼 兩國大臣簽名 李鴻章簽名 李鴻章的兒子李金芳簽名 伊藤伯雲簽名 所以這不是所謂竊據 要竊戰台灣 怎麼可以這樣講 白紙寫黑字 而且當初打仗也不是為了台灣才打仗 有問題的應該是中國人 應該是新國 你怎麼台灣島割讓給日本 日本竊戰你台灣 竊戰台灣 各位 五路人格 我說這五路國格 日本人說你又說 你又說 你又說我來竊戰 我來格 五路國格 亂來 這個條約 後來有其他國家承認嗎 我們看後來的 1922年 太平洋日美英發義 成立五國條約 還有這個華盛頓的海軍 軍備限制條約 都有講 台灣澎湖 日本領土 所以馬關條約確定 台灣從此跟中國 沒有切掉 沒有幾代關係 現在知道 有人說 可是後來 二次大戰 中國不是打贏了 所以又回歸祖國 剛好 往下看吧 來 先考一下是非題 日清假如戰爭 簽訂馬關條約 親國的皇帝 將台灣全島跟澎湖 還有這附屬島嶼 永久割讓給日本天 請問這個是非題對還錯 對 對的舉手 有沒有人認為錯的 認為錯的舉手 大家都認為對 這回去可以問一下左倫悠舍 甚至問一下歷史老師 答案都說是對 可是正確答案是錯 因為沒有台灣全島 因為當時各浪的時候 清國只有六個漢人屯肯區 三分之一的台灣島 不然剛才我們陳志老師說的時候 也拿相片 三分之一 六個漢人屯肯區而已 其他都不是大清國的領地 所以你說各浪是台灣全島 黑白說 各浪是三分之一 不是全島 怎麼不怎麼都不知道 你若是一段 拿中華民國的歷史教科書 來這裡上課 你英國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來上課 真正了解一下 真正歷史在哪裡 台銘政府絕對不說謊 台銘政府絕對不敢情用事 台銘政府只講歷史真相 那回去自行判斷 那就好了 我們也不說人家怎麼樣 我們只說正確歷史怎麼樣 好不好 這裡 這個 來 有一個民族英雄叫鄭成功 鄭成功關乎台灣你相信嗎 我以前相信 我後來就要放屁 來 不好意思 講話有點不夠文言 看這裡 鄭成功只有關乎台南 鄭成功從來沒有關乎台灣 鄭成功只有關乎台南 這什麼東西 這是荷蘭 這是西班牙 還有一個大杜王國 這個大杜王國真的是本土台灣人 這個平埔族 這個大杜王國有一個國王 他真的有統治 就是中部地區 就台中烏日那裡 有幾個部落 真的是歸他管的 很可惜 如果他把整個台灣島都統一 建立一個完整政府 讓我告訴你 台灣就叫台灣國 四百年來 就不用大家這麼慘 很可惜 愛而已 後來這個大杜王國也消失 這個 中華民國架客書沒有寫 你外面改一場 所以只有隔浪這個 清朝只有隔浪三分之一 開始有人會提出一些疑問 那個1941年 中國在重慶不是宣布對日戰爭嗎 歷史書有這樣寫 然後說廢除馬關條約 還有其他的相關的協定 廢除百年不平等條約 我們請這樣說 偉大的先總統講說 七十百馬 對日抗戰宣示 開始對日抗戰 廢除不平等條約 請問可以嗎 請問可以嗎 當然是不行 不行 課本怎麼可以這樣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寫 現在回頭再看 現在 後來看我們以前 他來找到 我們當時怎麼都傻傻 你講就對了 1998年 英國一個外交部次長馬魁斯 他公開發表 根據國際法 一個國家是不能止以片面的廢止行為 就可以重新取得 已經由條約而讓他的領土主權 所以不可以說 你廢除不平等條約 那就廢除了 還有事情 各位想想看 今天我們如果去外面 簽個客戶 簽個客戶拿回家 你怎麼看就不對 這對我都不理 聽聽聽到 不準算 等到 怎麼沒插 請問可以嗎 不行啦 對方還要一分耶 你怎麼可以片面就廢除條約 所以今天就是法頌 中華民國都亂交 中國都亂交 所以那個廢不 廢除不平等條約 那句話是沒有用的 怎樣才有用 雙方叫來重新簽契約 不然就再打一仗嘛 再一次嘛 對 再打一遍 二次搭戰無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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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往下看 我們開馬關條的 我們先講一下 因為我這課 要有說五重點 這有個重點 每個重點 可以講一個小時 那有個鐘頭呢 我只有兩個鐘頭 所以我點重點 你如果跟我說得有利 他炒起來 等於又等於找資料 等於又找資料 我們是一個開頭而已 好來 開羅宣言 中國每次都講 根據開羅宣言 你知道嗎 開羅宣言 為何會有開羅宣言 什麼叫開羅宣言 來 開羅宣言 剛開始的目的是這個 這些人要鼓勵蔣介石 什麼叫鼓勵蔣介石 因為蔣介石 當時開始在擺爛 日本人已經親民打火 跟你們中國去了 你們中國要打怎麼不打的 你們中國又跟英國 美國 結合變成通門國 通門國 大家都在收台 在中國就一天在擺爛 然後在國公的內戰 哪一天 萬一日本 離開中國 回到太平洋 美軍就要呼吸 所以要想個辦法 鼓勵蔣介石 來 那為什麼要鼓勵蔣介石 怎麼看 來 那時候有一個事件 叫做佐藤事件 魔兵事件 這教科書都沒寫 來 蔣介石想要跟日本單獨構合 希望日本從中國全門撤軍 解散南京政府 這南京政府不是蔣介石 這汪金衛 取消滿洲國 國號 然後中國就跟日本單獨簽和平條 就是說歪台了 蔣介石說不要台好了 頭頭去跟日本講和 你給我做中國的領導人 我就跟日本講和 我問你 一旦講和之後日本要撤軍 日本撤軍軍隊招到太平洋 太平洋什麼人 美國 美國疼死了 而且你看1942年 美英蘇26國 曾經在美國華盛頓簽署 絕對不單獨跟敵人構和 大家都是同門國要搶著 不能有人偷偷跟敵人講和 那個蔣介石出去了 這個當時就有風聲了 可是同門國 沒有直接的證據 但是這個費生費贏的 那不行 一定要拿獎金 一定要拿獎金 一定要拿獎介石 叫過來 叫過來好好講話 所以 就我所謂的那個開螺旋 來再往下看 1945年汪金瑞考試院院長 摩冰 握以籌謀 這中國人 他走在日本 化名叫佐藤 在國民黨軍統局 代理 代理不記得聽過 代理這個人 然後在重慶鎮 我就很亂 你看南京重慶 蔣介石委派 資深到東京 叫佐藤 這教科書不寫 但是真的有 往下看你就知道 有嗎 有 事後 國民黨 頒給摩冰 八萬元獎金 蔣介石還給他保養令 這個 這個獎盒有成功嗎 當然沒有成功 獎盒有成功歷史改寫 但是 蔣介石還不錯 沒關係 沒功勞 沒有苦勞 所以給你這些 這個就留下證據 這就是政治 讚 讚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美軍佔領日本六年 你知道嗎 然後發現摩冰跟東九民說 和平會談紀錄 去美國發現 所以確認 這真的是一個歷史事件 麥克阿瑟 執一蔣介石 曾經隱瞞美國 這次事後才 已經二戰結束之後 才證據確討 可是開羅宣言是在二戰期間 所以那時候開羅宣言 純粹是一個半信半疑的情況之下 把他叫來開會的 那後來 1941年 已經二戰結束了 對不對 阿竟看到了 蔣介石趕快做個動作 快點 代理 讓他上飛機 讓他撞去 摩冰 通謀敵國 槍斃 切割 告訴通謀國 欸欸欸欸 像我講這個意思 那是應該 肆底下亂搞的 如果不是你的醫師 為什麼給他報案員 為什麼給他報案員 這個證據被抓到了 所以美英 美國跟英國 就怎麼這樣子 開羅宣 不用歸還你了 當初講好的 不可以你頭頭出去 跟敵人講 你竟然過去了 那我幹嘛給你 更何況 台灣島 是我美軍打下來的 給不給是我 美國人的事情 你中國人 都要插 那個人家的事情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中國什麼時候 根據哪一場戰役 打贏日本 沒有啊 來 所以這個事件聯想到 蔣介石根本的認知 台灣歸屬日本 中華民國其實 他比較在乎的是什麼 收復滿洲國而已 對不對 並沒有打算要得到日本台灣 所以蔣介石無心抗日 而且他那時候在國共內戰 不然怎麼打到那個 四川重慶 這是一個 一個前言 一個前因後果 為什麼會有開羅宣 主要原因就是 這個蔣介石 同門國認為蔣介石 可能要跟日本講和 趕快叫來 叫來幹什麼 給他承諾嘛 給他填頭嘛 事成之後給你什麼東西嘛 希望蔣介石好好打仗 來我們來看這個 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這是中華民國 他們自己的公報 當時的公報 我們看重點 好了 開羅宣言 內容寫什麼東西 來 這是什麼大中華民國 第三年 第一次大戰後 發以來 日本在太平洋方面 所搶取 或在你的一切島嶼 必須要完全家裡剝奪 反正是日本 由中國所竊取的一切領土 例如東北四城 台湾澎湖 通通要固然中華民國 所以馬英九 只要中華民國任何領導人 都講這個嘛 因為根據開羅宣言 又講這個啊 對 台湾澎 固然中國 所以打勝仗 當然固然中華民國 請問 這裡有沒有哪裡有問題 你看到什麼問題嗎 問題出在哪裡 竊取 竊取的就要還喔 那沒有竊取要不要還 不用啊 那請問台灣有竊取嗎 沒有啊 那幹嘛要還 講完了 所以開羅宣言 對台灣島 台灣澎湖而言 要不要還給中國 不用 除非是偷來的 有偷來嘛 剛剛給你馬關條來看 沒有偷來 所以 馬英九講開羅宣言不好 阿拜出去 人家說開羅宣言 你說開羅宣言 你開羅宣言你有討過嗎 你有討過嗎 開羅宣言什麼 什麼 啊就是要固然台灣 台灣朋友要固然中華民國 不對啦 頭前還有一句啦 竊取的領土啦 我還說你那些 歷史教科書 沒有寫這個 沒有寫這個 竊取領土 都黯蓋你看 都在騙你看 來 還有一個重點 三國 這一次通門國 進行開羅宣言 目的 戰爭目的 再制止 跟塵馬日本 所以我們三個國家 絕對不是在圖利自己 也沒有拓展 疆土的意思 順便在開羅宣言 講一下 那三國宗旨 1941年開始 有沒有 請問台灣 台灣朋友 怎麼1914年開始 也不是 所以看頭看尾 台灣朋友 根本就不用規劃你中國 聽懂 也有人說 有一個叫沈建德教授 他這次在桃園大西 不是一個紀念館 說他看到開羅宣言 大家在牆壁 開羅宣言在哪裡 看不到 三國領袖簽名蓋印章 開羅宣言 這可能是嫁 開始就登報 誰如果找到 真正的開羅宣言 有簽名蓋章的 他要懸賞 不知道給他多少錢 幾萬幾百萬 那已經好幾十年了 都沒有人來領過 為什麼 因為開羅宣言 真的沒有簽名蓋章 為什麼開羅宣言 沒有簽名蓋章 開羅宣言 只不過是個什麼 新聞公報 以前叫新聞公報 結果到中華美國政府的時候 開羅宣言 其實開始的時候叫做公報 就是說 他們三國領袖在埃及開羅這個地方 開完會之後 發布的新聞稿 然後記者照著新聞稿 廣播給全世界聽 新聞稿 請問新聞稿需要簽名蓋章嗎 當然不用 所以開羅宣言真的沒有簽名蓋章 好 好 來 而且你說要規還 請問一下 怎麼規還 那當中 清朝歌浪 台灣給日本 只歌浪 三分之一 要規還 要規還三分之一 各位 如果要規還三分之一 如果真的是偷來的要規三分之一 請問怎麼規三分之一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對不對 更換 馬關條的 台灣才由日本開發 整個台灣島的主權建構 是日本人 絕對不是中國 我們有鄭成功 我們有清朝來這裡管理200多年 對 鄭成功 正成功23年 清朝212 加起來230幾年 永遠都只有統治 台灣西半部 他高砂族 台灣東部 他都不敢靠 因為那邊真正的台人 不要說高砂族會殺人 其實平埔族也會殺人 多少外族 來台灣島都叫台條去 不台條去 水土不符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怎麼還你 要還還三分之一 整個島還你也不可能 因為這是我日本人開發的 對不對 再來 開羅宣言 其實當初在二次大戰 不是只有開羅宣言 還有很多其他的宣言 總共大概有14項 這個都叫做政治主張 杜勒斯自己也講 這是私下協議的性質 暫時的聲明 其實這個14項的宣言主張 在二次大戰結束 簽訂舊金山合約之後 就沒有其他國家 再拿這個14項宣言出來講 只有不要臉的中國人 還在講 還在講 那開羅宣言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被採納 有 已經把它放在舊金山合約裡面了 所以不要再講了 來 舊金山和平條約 是經過48個國家 簽訂的法律文件 所以真正 真正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真正 要遵守的條約 是這個舊金山合約 絕對不是開羅宣言 去年 馬英九說宣言也是什麼 條約的一種 什麼條約有十幾種 宣言也是條約的一種 我聽到你怎麼會分得 我忘記了 那中國到底有沒有得到好處 不然一天大人 中國在吵什麼吵 中國的好處 在舊金山合約21條 就已經講完了 等於下我們來看一下 講真的 我的感覺 我現場現場的幾次 我跟二次大戰 最沒有出場 就是中國人 好處拿最多 中國的中國人 要搖馬車的中國人 這個民族真的有問題 好 這個開羅宣言 我們先講一下 那開羅宣言當初 雖然說有寫到 竊戰 竊戰的領土 台灣澎湖 台灣澎湖 其實當初的美國 其實也不是很在意 竊戰這兩個字 他真的也有心 要把台灣送給中華民國 那是因為很多陰錯陽差 所以最後不行 其中一個原因 韓戰爆發 周恩來 台灣 那時候 中國已經變成共產黨 都要嗆聲 如果美國軍力敢直逼亞綠江 中國不會袖手旁觀 一定說到做到 要消台 所以美軍推進到亞綠江的時候 中國自願軍 就跟美國真的打仗 這個紀錄片可以回去查 在YouTube裡面找到 所以真的有這個戰役 那這個戰役之外 美國就很下心來 這樣好 我們當初不是有講嗎 我們不能擴展自己的疆土 來引起戰爭 你中國竟然打到韓國來了 所以中國干涉朝鮮 違反美中開羅宣言的協定 所以這個原因 沒有了 更何況 中華民國也消滅了 所以也根本不用玩了 所以很多很多很多的歷史原因 所以導致開羅宣言沒有實現 所以怎麼看怎麼看 用開羅宣言 要來討台灣回去 絕對是不可能 再來看波子坦宣言 波子坦宣言裡面 只有第八條 他說開羅宣言的條件 必須要實施 都要而已 當初的波子坦宣言 中國並沒有參加 中國是參加開羅宣言 波子坦宣言中國沒有參加 但是馬英九也是說 中華民國蒋中正議案 或者歷史書都說 根據開羅宣言波子坦宣言 為什麼根據波子坦宣言 因為第八條有寫這個地方 再強調一次 意思就是這樣 其他的都沒有 都找不到 有什麼跟台灣島有相關的 所以說波子坦宣言跟開羅宣言 我在這邊已經解釋完畢了 所以不要再拿出來講了 中華民國 你如果有聽到 不要再說了 多見一下 來 我來看舊君山合約 說很快的 實在沒辦法 我都點重點 你如果相處自己還回去查 講舊君山合約之前 先來講一個額外小故事 1946年 1946年 民國35年 中華民國已經來了 有個叫陳宜的 馬上寫信給蔣介石 台灣的財富已經被我們搜刮空了 是否折起離開 請問 台灣如果是你中華民國的 為什麼要離開 為什麼要離開 你就是來這裡搜刮資源 美國是說 暫時給你來 代理來灌一下 我們說美國家 住太多間 這間先給大家灌一下 這就是你人家的東西 拌了一拌 做拆拆 從這個也知道說 這根本 中華民國根本從來沒有擁有台灣 那中華民國為什麼可以來 不是打勝仗嗎 來 陳宜來台接受日本投降 進行軍事占領 他是根據什麼 他是根據中華民國政府 所頒布的國內命令嗎 絕對不是 過年有一個記者 他說他看到一個命令書 講蔣介石命令 曾以來台灣的命令書 他說 記者有說 根據這一張命令書 表示台灣回歸祖國 完全是正確 我說婚娘說 明令書跟台灣回歸祖國 為什麼 我就倒作會了 亂死了 其實根據什麼 麥克阿瑟 今天打贏日本的是那兩顆原子彈 是美軍 在太平洋戰役 好幾個島都把日本人怎樣 全數殲滅 對不對 所以美軍才是真正的什麼 戰勝國 然後我就 我土地太多了 台灣讓你接一下 那我就說 那是他們的 來 來 這是一樣的 含戰報 所以就 台灣1950年含戰報 來 各位 舊金山合約當時簽的 1951年 這50年還沒簽 什麼 杜倫門 因為韓戰爆發 那時候還沒簽 舊金山合約 台灣第二位定論 什麼意思 大家都 太平洋又開始起戰亂了 所以台灣要歸屬在哪裡 這個議題先不要講 先不要講 那地區監督先來 所以符合摩殺未來的地位 要等到太平洋安全恢復 或者由聯合國來考慮解決 這是杜倫門的人怎麼說 究竟我們合約還沒簽 我開始引爆很讚 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的報紙怎麼寫 1949年 1949年 已經來台灣了 1945年來台灣 1949年已經來了四年 來了第四年了 我們看的是什麼 香港大公報 盟軍統帥麥克阿瑟表示 台灣現在還不是 中國正式的領土 我看到沒有 不過中華民國已經進來四年了 已經喊了四年的光護解壓 中共不能進入台灣 美國要協助台灣獨立 那時候是這樣說 或者交友聯合國解決 再來 1月19號 1月22號 合眾社 台北電報 蔣介石如果來台灣 逃避中共保護 或在台設立流氧政府 看到沒有 流氧政府 那麼他將是個非正式 屬於中國領土 在這個非正式 中國領土上進行活動 根據開羅學院 中國對台灣只有實際管轄權 這不是台灣官務節發四年了 那是中國人亂不互乎 我個人不這樣認為 亂不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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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我們的長輩敢講嗎 今天講明天就不見了 大家都怕離世世 對不對 尚有老母 尚有老小的 誰敢亂講話 外面的 中國軍亂不互乎 大家也聽聽 好嗎 好 那當時爆發寒戰 杜倫門說 台灣第二位定論 來 你去看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 已經擁有中國主權 他也想要台灣 他說什麼 中國無修權 就到聯合國去 去高翻倍暢談 你就說 那當時 杜倫門暢談 台灣第二位定論的時候 中國就不爽 不是說開樓圈 是要給我們的嗎 怎麼現在說沒有的 對不對 那美國就好啊 沒有你聯合國講啊 拿一些證據說台灣是你的 中國就派五修權 還有其他九個人去聯合國 去講了兩個小時 說啊自古以來台灣就是中國的 點點點點點 說兩點鐘 這歷史上有記載 聽說當時 啊 義氣風 喔 非常的受到這樣 民眾愛戴 喔 講得好講得好 結果你看 十一月中喔 十一月底喔 就被聯合國否決 對 否決 台灣不屬於中國 那當時就是 因為 中國也在吵 你說我中國侵略朝鮮 那你美國侵略台灣 還不是一樣 對不對 有笑話沒完 所以憑什麼說台灣不給我 好啊 就跟你講 要跟你講 鄉否決 我跟你說 吳修全 中國被否決 當然很生氣啊 聯合國說 美國說 好 沒關係 你們還在找資料 你們還在找資料 你們兩個人認好的資料 再來講 因為他在那個當下講的 都是感情 拿不出法理證據出來 所以被人家否決 中國不擁有台灣 然後中國不爽 從那一次回去之後到現在 不管2014年都沒有再回去聯合國 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為拿不出新的證據 他講的那些東西已經被否定了 沒有新的證據可以拿出來講 所以至少你在全世界台面上 台灣不屬於中國 是確定的 不要一直感 我們去人家說 新婚證 就說來民間府上課 我們要趕走中華民國 就說 阿竟我不知道他慶不 你一天到晚緊張中共幹什麼 中共只不過是鄰居而已 我們跟他無親無故 那是鄰居而已 那是鄰居而已 你們家要帶我生孩子 就跟我鄰居鄰居 要答應 我們有事 好來和平條約 第二次大戰 我通通國跟日本簽的 1951年9月8號簽訂 1952年4月28號生肖 這大家都知道 我們看著就好了 來開始檢驗 舊軍山合約第二條A跟第二條B 這裡有寫到 來 Japan recogniz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Korea Renounce all rights title and claim to Korea including...的 包含其他互屬島嶼 再看第二條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s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這個噴湖群島 A條跟B條 這是上下文下作為 我們來對照一下 有什麼不一樣 多這個啦 韓國多這兩招 韓國多這兩招 原來都跟台灣一樣 這都一樣 韓國為什麼多這個 這什麼意思啊 日本承認韓國獨立 就在這個舊軍山條約 簽訂之後 日本承認韓國獨立 這怎麼會 這呢 然後放棄所有的什麼 權利 還有一些民意 民氣跟主張 這都放棄 台灣也是一樣嘛 那怎麼不想說台灣獨立 你看到嗎 韓國可以獨立 怎麼不想台灣可以獨立 外面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他們在說台灣要獨立 我們要台灣要建國 你要說你有沒有研究 舊軍山合約 你台灣人民在那裡發不好啦 要全世界要同意啦 舊軍山合約 就沒有寫說台灣要獨立啊 台灣憑什麼獨立 不然那不想死了啦 那不想死了 那下這會怎麼可能不記得 這代表什麼 韓國為什麼可以獨立 因為韓國在二次大戰之前 在日本併吞韓國之前 韓國已經有什麼 有一個真正的一個領導人 韓國韓國風地啊 他已經完整主權啊 完整國家啊 只是因為今天武力比較差 被日本併吞了 那現在日本啊 打輸了 要討出來 台灣呢 台灣在日本來之前 有沒有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有沒有領導人 沒有 對 就是沒有 入國會當初 我們大杜王外 是我們台灣島 有一個領導人 統一全台灣 那究竟我們合約就會寫 承認台灣獨立 就是沒有 所以外面又發 發台灣獨立 沒有 也都說了 沒關係啊 你看這都放棄啊 所以台灣就是無主地啊 無主地啊 所以主權落到人民身上啊 講這一句話的人 你的觀點是什麼 台灣是殖民地啊 請問台灣是殖民地嗎 台灣如果是殖民地 那麼主權落在人民身上 這是對的 今天台灣不是殖民地 所以主權不會落在 老百姓的身上 所以老百姓一天發獨立 無好就是無好 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中華民國都沒有講 講什麼 民治憲法 民治憲法在台灣 昭和憲法 日本天皇 頒布昭和憲法 民治憲法在台灣實施 中華民國沒有教這個 也不敢教這個 中華民國連救濟單和會都不敢教 我們也不知道耶 台灣民進黨以前也不知道耶 現在秘書長一找到耶 哎呦 怎麼還記著這些民治憲法 在實施全台灣啊 這樣無好啊 台灣不用搞獨立的 永遠不敢獨立的 就是因為這個憲法 所以台灣不是殖民地啊 台灣是日本神聖國土 所以這個地方就沒辦法寫獨立 聽懂 絕對不是什麼 主權在民啊 主權在民耶 主權在民是誰講的 孫中山啦 三民主義啊 主權在民 請問一下主權有在民嗎 如果主權在民的話 那今天台灣島 大家都投票 欸我們都要當美國人 就當美國人 三年後啊不要 我們投票啊都當日本好 就都變日本人 因為主權在民嘛 投票就過了 請問可以這樣子嗎 主權有在民就一直投票就好了 美國好變美國人 日本好變日本人 絕對沒有這種事情 主權絕對沒有在民 孫中山自己亂不變的 來第十條 就要有下中國相關權益 第21條 中國跟朝鮮的受益 這種事要好誰 所以這 絕對沒有虧待你中國 但是 就沒有看到有寫什麼 台灣澎湖 從頭到尾沒看到台灣澎湖說要給 給你中華民國 來就金三條 23條的A 以下什麼 19th state of America 美國是主要的佔領權 美國擁有主要的佔領權 所以美國是佔領全國 就金三合約已經完全 明明白白告訴你 美國才是老大 美國才是擁有 這個二次大戰的主導權 美國是佔領全國 所以中華民國 最怕什麼 美國 中華民國最怕美國 他跟美國出來搶聲 中華民國招名 中華民國孫總統 都在請示美國 同不同意 你看這輸出國 來 2013年 最近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宏磊 就金三合約 中國沒有簽訂 所以中國認為無效 不能承認 你如果 你如果跟中國人講道理 你如果說書 就把你 又大家 換個口 說 我沒有簽名 沒有簽名 這樣說 你沒有簽名 沒有簽名 我剛才說 這好處在外面 沒簽名 中國人這好處在外面 要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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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一下 中國人 你也沒有參加波子彈宣言 那為什麼 你就要一天大人講 波子彈宣言 聽懂意思 中國人都 反正 他都 中國人都是 先騙 先好 騙的過 好的過 他就彈到了 騙的過 再再揮就好了 聽懂意思嗎 所以 出去要講話要大聲 對歷史要了解 日本投降書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先暫時停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十分鐘 好 謝謝 各位同心 我這邊有官網的帳號密碼 已經上過高級班的 已經發過了 這一次是第一次來上初級班的 會有 再來找我領 已經上過高級班的 已經發過了 前面有下一節課的那個 考試單 可以去前面拿 謝謝